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两个星期前挺身而出 揭露去年遭到中共中央专案组 追近八个月的来龙去脉以后 林荣基今早应邀到湾仔警察总部与警方会面 讲述在中国被扣查的详细过程 针对港人纷纷感激林荣基不顾自身安慰爆料 誓死捍卫一国两制 当事人强调在香港范围 任何官员都不会强制搜证或拘捕他 因此他现阶段不会担心人身安全 不担心香港有人身保护 现在只是问一个大概 他只是问过了关 香港遇到什么情况 一个大概的过程 下一次都重要再谈 林荣基今早在民主党立法会议员 土锦身陪同下抵达湾仔警察总部 并与港岛中安组警司和官员会面 两个多小时后离开警局 林荣基表明这次的会面主要是录取口供 讲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以及详细描述回港后的情况 针对警方是否考虑展开进一步调查 林荣基表明对方只是说 下次会面才会告诉他决定 香港媒体分析认为 铜龙湾书店等人被中共官员 跨境执法事件曝光后 可能会冲击一国两制 并影响来临9月份的立法会选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